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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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鑽完商有一間在田中央的鐵皮屋炭烤 人氣爆棚 挑戰全台烤魚吃到飽最低價 各種新鮮海魚、螃蟹、鮮蝦鋪滿整個櫃子 空了就立刻補 還有澎湖來的牡蠣肥美飽滿 當季的套Q超級彈牙 這些數都數不完的美味 通通都讓你吃到飽 老闆凌春夕開業十四年 不怕你吃只怕你吃不飽 為了海派的她還曾經歷經情變 發誓終生不娶 如今有了交妻跟寶貝女兒 來看看這位烤魚硬漢的柔情人生 OK 我給她吃一包 我給她吃到哪裡 我爽 聽到這個我就爽了 我不怕你吃 輸的豬都 全部都海鮮 隨便你吃 他們這邊的魚很新鮮 很好吃 每一種的魚都有 很多種 差不多有三四十種都有 馬蹄蟹 超大隻的 一隻有一斤多 我吃了兩隻 這一隻兩隻就見回本 對 回本的 不超所知 因為我們隨便一條魚 都要四五百塊 那它這個單價 你這樣子吃 真的是太便宜了 很鮮美 然後軟嫩這樣很好吃 對 很甜 一個月以前都一夜 蝦子 白帶 螃蟹 反正你想吃 裡面幾乎都有 算便宜 一條魚就幾百塊了 客人大推討論度爆表的 宜蘭烤魚吃到飽 就位在壯圍鄉的 亭中央田屋 標榜蟹撈的海魚 各種海鮮 五粒 螃蟹 醃製蝦 當起透抽白帶魚 但火線烤是超美味 也有著牛肉串 後切豬肉 雞翅餅食材 統統讓你吃到飽 價錢可以說是挑戰 全台最便宜 開業十四年 廠場爆滿一味難求 可人瘋狂夾魚貨 烤爐上總是擺滿著食材 在烤桌和客人間穿梭的 就是老闆林淳熙 台灣酒的酒班讚 沒有 別唱 南米還要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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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來嗎 沒有 妳怎麼要來過嗎 第一次 我告訴妳 就不理會我喝的感覺 我們這樣直接爐火烤 其實真的是很好吃 它有魚鱗烤起來 它的鮮味就是純粹的 就是最原始的味道 烤的是最原始的 全台灣沒有燒烤 房間如何像我們這麼大的 真的啊 人家一般都是小爐子而已 我們是這麼長的 又那麼寬 只是我們的魚太大了 整尾透抽 一大隻螃蟹 新鮮海魚來一條 豹氣爽頰 隨便集中海鮮 就要滿出盤子 林淳熙不怕客人吃 台前的魚貨秒殺秒補 永遠是滿滿一貴 對 客人拿就是這麼大隻 對啊 有時候他一次拿兩隻三隻 都沒關係 你一定要虛煎的 好像看得到東西 你能夠讓人可以吃 人多的時候 大概還要100公斤左右吧 人多的時候 你大概倒四次 像我們這魚 大概已經一面吃了 算到12分鐘 外面 很少有這樣一整隻 米在烤嗎 其實沒有啊 沒有啊 它熟了就像是掉了 像這個就這樣好了對不對 把它剪開 最簡單的吃法就好了 像我們這個澎湖牡蠣 真好吃 現在的牡蠣就是肥而已啦 當借來自澎湖的牡蠣 每一顆都超飽滿肥美 烤魚肉質鮮嫩 海味十足 吃原味就很迷人 可遇不可求的腌汁蝦子 帶獨特綿密口感 而一整尾的透抽 彈牙鮮美到爆汁 這一日獨家的牛皮蟹 蟹餃滿肉超大隻 臨春性的烤台上 永遠都充滿驚喜 像這個蝦子 它一面大概五六分鐘就好 如果比較快 像這個啊 你看它是紅的 然後稍微變成白的就熟了 這個日本料理一盤 大概要差不多三四百塊 你這樣真的有賺錢嗎 我講真的啦 沒賺錢誰要做啦 沒有賺錢 我就在家裡睡覺就好了喔 因為每個人的胃不一樣 怕你吃嗎 怕你不來啦 我可以賺五十塊 三十塊 甚至說 你來我打拚也沒關係啊 你下次還有朋友嘛 你現在可以說是 全台灣就是這種烤魚吃到飽 最年輕的嗎 應該算是 林春心說話直率接地氣 就像他賣的烤魚一樣真誠 把客人當成朋友 懂魚懂吃的 會佩服他的海派 怕客人吃不飽 老闆娘更是會推著一車 限量版的海鮮粥 讓你續碗吃到飽 今天有招到海鮮粥 要的可以過來這裡拿喔 外面買的海鮮粥 真的沒有我們家放掉那麼多 怎麼一百八一碗的 我這個很敢放 海鮮粥真的很鮮 裡面有蚵仔 整顆的蚵仔都很新鮮 還有蝦子 蝦子整吃的 吃起來也很有味道 海鮮很多很滿 吃起來很棒很飽的 所以等烤魚的時候來一碗對不對 對 先植一下 不然是 續碗 對 續碗 續碗 好吃 光吃剛剛加的海鮮粥也很好吃 超讚的 對 我一直續碗 我剛好看你給我吃 吃飯魚 對 吃飯魚你很好吃 第三隻 第二隻 這是何等佛心 在吃到飽烤魚店裡 還能吃到清真鮮魚 而且情同郊遊 美味步驟一點都沒少 今天提供的是石斑和鴻魚 肉質鮮美夠味 想吃幾條都可以 來臨春夕的烤魚店裡 簡直是海鮮控的天堂 而它之所以可以拿到 第一手最新鮮的魚貨 只能靠十多年來 每天跑魚港 親自挑選 我們回來 你就來看嗎 對啊 你看到魚貨我們知道 當然就知道這是當天的 我們這只有當天的魚 魚船 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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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的魚身很硬 剛剛定港而已 所以它有點 很困難 可是它眼睛都是很透明的 很困難 今天如果是這些 如果多的時候 上百公斤也是拿回去 就這樣帶回去 對啊 隨便人家吃 因為我們這邊 南方澳的 大溪的 基隆的 澎湖的 各個地方都有 兩千兩百 所以光每天買一個 現金交易 對啊 沒有 即使來這邊 真的我們已經習慣了 沒有遇到老闆娘沒關係 就拿魚貨先拿回去吃 賺了錢再來附近也沒關係 都很熟了 太熟了 不怕你跑啊 昨天也跑不掉 對啊 有什麼好怕的 沒大沒的 今天 今天只有二十幾公斤而已 太小你烤的時候都沒有肉了 大才會有肉 客人喜歡大 越大越好 看好看準 俐落的採買魚貨 十四年來如一日 凌春夕間吃不假他人之手 而這來自大海的味道是 一份和父親之間的情感連結 爸爸以前是靠捕魚為生 漁船一出海就是兩三個月 回來時家裡便有新鮮的魚可以吃 鮮美的滋味 深深印在凌春夕的腦海裡 國中畢業後不愛讀書 跑去做水泥工學徒 已做就是二十多年 直到三十六歲那年 深感人生需要改變 當年宜蘭盛行燒烤生意 凌春夕心想 不然也來做做看 我就... 我們在想說 其實我們的東西一定 如果妳用做肉的 肉煮的東西 菜煮的火鍋 這些都跟市區那邊 都是一樣的東西 妳不可能有競爭性 人家騎來吃就好 可以帶到妳這個 船船船船來吃 妳就想說 我還要做得不一樣 所以你還算 開店的時候爸爸已經過世了 所以那也是一個 讓我一直想要去追求 爸爸以前那個... 那個感覺 就是他去抓魚的時候 他的心態 他給我們吃的 他給朋友的魚 都送人家的魚 是最新鮮的 他說給他吃到飽 後來給你吃就好了 我就是要新鮮讓你吃 堅持讓客人吃到最新鮮的 林春夕開店當老闆 一整櫃的海鮮隨便客人吃 這樣的理念 對許多人來說 根本是天房夜談 林春夕連連虧本 不斷燒錢 當時有未論及婚嫁的女友 也是因為經濟考量 提出分手 對林春夕打擊不小 當時候有在想 我有虧了也是不錯 對女朋友這個 還有陰霾在 男生有時候不能流淚 可是你在想說 那也很痛苦 可是忍下來 開店之路困難重重 但有著堅毅土性的林春夕 始終堅持初衷 終於在撐了三年後 靠著熟客口碑 搖身成為烤魚吃到飽名店 每天做上百個爐火不是問題 這事業順心桃花自然來 走出過往情商 認識了太太油柔柔 整整比林春夕小了二十歲 離經了反對聲浪到共組家庭 油柔柔是最能理解 和扶持她的另一半 正常來講 當老闆人說 他可能這樣 但他可能要考量成本 但他也不是不計成本 但是他覺得他敢給 可能我們有些員工會想說 幫老闆省錢 不要補那麼多次 給他晚一點再補 可是不是 他是會一直 Morning Call打給我們說 那個給我補滿 那個什麼給我補滿 什麼空了就給我補 但因為我在現場後 我就會幫他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這是他要的 然後我原本也不想承認 我跟他有在一起 但是後來是真的就是 有時候也不得不承認 因為其實我也是真的滿喜歡他 然後... 然後後來才就是決定 在一起之後 然後才慢慢一直 去改變我的心理這樣子 我們兩個的合體 讓他覺得圓滿了吧 因為他自己也從來沒有想過說 他會結婚 他會生小孩 所以其實現在我是真的很滿足 有這樣的一個家庭 有這樣生了一個這樣的 可愛的女兒真的是 這些年努力就真的夠了 覺得如果有這個機會 你現在會想要找爸爸出去 爸爸我愛你 這一句話我從來沒有講過 以前我們年紀的人 對父母的愛不會講出愛 父母都是給你最好的 我愛你 你說你每天我很累 跳到他就... 我心情超好的 真的嗎 真的嗎 人生就是走在一條 一直在往前的道路上 林春夕經歷了生命不同的階段 懂得感恩惜福 如同他承諾給客人的初心 永遠豐盛萬平 您知道台灣的極東點在哪裡嗎 答案就是新北市共寮的三雕角 這邊除了有美麗的燈塔 在附近有一個車程 只需要五分鐘的馬奧漁村 早年因為知名度不高 所以很少人會來這裡玩 但這幾年有一位土生土長的共寮人 蕭文偉跟太太在這個地方 賣起了線流海鮮料理 甚至會自己潛水去抓龍蝦螃蟹 當起海南 讓一間小店活絡了當地的觀光人潮 炎熱酷暑的夏季 新北市共寮毛二彎的海邊 被曬到全都不見人影 店裡頭除了常見的龍蝦螃蟹海膽 還有很多老闆蕭文偉的獨門私房菜 第一個讓客人驚豔的就是這一顆顆 長得有點奇怪的生物 像石頭一樣的藤壺 好 來 我夾起司 而這時蕭文偉手上拿著這根工具走過來 大火也被搞得莫名其妙 這一夾可以調整 你不要調最我的胃 調最我的胃 你就看得到吃不到 你肉就把它夾口口了 這個糖乳好吃 從前在外面沒有吃過 尖尖的我手拿著一個區塊 它絕對不能吃 它像石頭一樣的硬 然後燙 螃蟹的味道 對 其實藤壺是台灣海邊很常見 屬於截肢動物們 二族鋼 五比目的一種動物 往往附著在礁石上頭 它是像鳥會的嘴巴 嘴來的時候它會打開來 會生出骨枝像羽毛一樣的觸角 展開來去攔截蜂幼生 每個人吃熱燈骨都拿鐵回敲 把的話在餐廳 對啊 我光想到這種畫面 之後要打掃那些 可能我就暈倒了 駐海邊管很大 身為毛奧海南議員的蕭文偉 在店裡頭是負責招呼客人 而後頭廚房瓦斯爐一直轟轟作響 接待沒停過 是老闆娘喜愛秀的主場 她跟幫忙的阿姨 兩個人像是有三頭六臂 為什麼妳送回家 我要太高溫了 妳以前有做過廚房嗎 我以前 我以前沒有 就只有在家裡面煮飯而已 我看妳動作都好俐落 被訓練出來了 沒辦法 由於一間店只靠三個人打全場 幾乎忙到沒時間多說話 畢竟外頭機場路的客人一直來 像這便宜又好吃的海鮮米粉 跟海鮮粥 因為老闆給得很有誠意 有當地超級大的Taoq 還有Helaa的大蝦 小卷其實是台灣還滿重要的 一個投足類的 投足類的特產 那現在剛好又是盛產的時候 所以很新鮮 我們特別從台北來 看到一桌裡面 除了小卷大以外 這個蝦子只有這麼大 還真的自己一直看到 這麼大的蝦子 也真的是無操手持 它的米粉 米粉非常的Q嫩 然後非常的彈性 海鮮的泡米粉是 具有一種非常韌汁的一種 韌汁的一種風味 客人的好評讓人很難相信 毛奧這間小店 只有短短四年的歷史 從默默無聞到現在 成了台灣極東的熱門景點 台灣極東點會在新北市 共聊的三雕橋 這天日出是清晨5點08分 早在四點半的時候 海平面已經渲染出一抹燕紅 預告續日即將東升 海中浮出的巨日射出萬丈光芒 灑落在台灣島 翻過前方馬剛漁村 左側的小山巒就是馬奧灣 裡頭有一個古老小漁村 馬奧 據說馬奧地名的由來 是先民從高處俯士灣奧 形式馬字故而得名 白雲原來居民靠捕魚為生 也發展出海南海女的文化 他們會潛到海中去抓魚蝦貝類 其中最特別的就是採集 當地的特產石花菜 當地的石花菜已經吃了兩千年 甚至三千年 它並不是我們閩南人的一個文化 它是平埔族 凱達格蘭族留下來的 那這個石花菜他們吃了幾千年 我們漢人來的時候 他們這邊當地的平埔族的婦女 再教我們那個火龍人 就是閩南的婦女 下去怎麼拔 怎麼煮 目前採集石花菜多是婦女 不過蕭文偉因為自己的店 用量很大 為了省成本 她常常下水當海男 為了能夠長時間在水底下工作 腰際上還得綁上千塊 抵抗海水的福利 其實台灣東北角的石花菜 是生活於近岸的大型紅棗 由於棗體內 具有藻礁成分 經過曝曬及熬煮 就能提取藻礁 做成了美味可口的石花洞 最好的石花菜 叫做紅味 它可以煮五次 四到五次 那一種叫做大粉 也是可以四到五次 可是那個腥味又比較濃 這邊人家採過了 空空的 可惜今天的石花菜量並沒有很多 蝦文偉還是得繼續下水 另外一頭的水深見底 只見他在水底膠岩一手抓著岩石 透過水底器材可以看到手套 都被騰壺給割破了 看來這錢也不好賺 今天這樣子收成算好嗎 不好 對 都被拔光了 我太...去年的時候 我已經拔了很多了 採了一個多小時 蕭文偉才新滿意足回去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石花菜鋪在地上 這個要把它曬到乾 曬乾之後再收起來 明天一晚好天氣的時候 再拿出來曬 不過要曬之前要先泡淡水 要反鋪的動作要七次 所以叫做七鋪七曬 石花菜經過七鋪七曬的水洗 跟下水下去煮沸 等到涼了 就可以做成冰涼消暑的檸檬石花丼 石花丼也是這裡的名產 石花丼可以自己煮 小火一直熬煮 其實石花丼也是一個好天然的東西 另外蕭文偉還有特製的口味 只要加上可可粉 抹茶或是洛神花 就有了繽紛色彩 在烈日下顯得更清涼 每天蕭文偉就這樣陸地 海裡兩頭跑 但二十多年前 他也曾經覺得故鄉找不到工作 到外頭去打拚 做過滿多的啦 資源回收什麼之類的 鐵工也有 對 還有鐵工 在這邊要來經營這家店之前 做鐵工 在外頭繞了一圈 直到十幾年前母親病了 他才回家照顧母親 頭線是因為媽媽身體不好 然後沒有人照顧她回來陪她 她的食道萎縮 吞咽不方便 常常要去醫院做擴張手術 陪伴八年最終母親還是走了 剛好毛奧灣這些屋主要出租 蕭文偉和老婆決定用這個機會 開創事業 但這是一個冒險 畢竟早年這邊沒有店家 以前這裡只有噴一間店 所以經常摸到 旁家的時候我常常跟你說 其實不要動到你很好處 因為這裡人家來到這裡沒打算 而且往往冬天到這邊常下雨 客人更是少得可憐 冬天的時候一下雨完蛋了 一個人都沒有 記得有一年的元旦 四天的連假 到底我們四天連假多少 可以一天做個幾萬塊跑不掉 結果四天下來 他的營業額是五千塊 我們兩個都快哭出來 蕭文偉也知道自家的店 真的很偏僻 但為了讓客人願意回頭 就只能將優勢極大化 他只花半年的時間 靠著便宜價格的海鮮 成功抓住客人 像這些本地的紅角龍蝦 他有時間會抓 但有時是鄰居抓來賣他的 為了保持龍蝦瓦跳跳 他有一個秘密基地 只要客人點 他立馬騎自車到 100公尺旁的漁港邊 去打開他的龍蝦寶庫 這位最新鮮的龍蝦 龍蝦有時候他們拿過來 對啊 難過你不能跟他挑 他一次這樣你要 就是今天補貨的都給你 不跟他拿 他很拿去賣別人 他下次就不給你 我叫我看一下 要不要拿 要不要拿 等一下要被咬 他拍一張喝水給我信我 他不是老闆 好吃的龍蝦可以做成 蒜泥龍蝦鮭鴨條 也可以淋上熱騰騰的蔥油 每個客人都吃到大呼過癮 龍蝦好吃 對 地方般的享受 平民的價格 然後東西好吃 老闆又親切 沒吃也好吃 等一下還有薩西米可以吃 對 十幾年前 就發現這個小漁村 非常的純樸 然後它有很多的建築 然後就發現了 那時候這一間還沒有 可是它有了以後四年多 它的東西新鮮又好吃又便宜 新北市共聊的馬澳 是東北角海邊的古老小漁村 村子裡面有特色的百年石頭屋 老闆小文偉親自下海潛水 聚採石花菜抓龍蝦螃蟹 還有挖騰湖 賣起了現流的海鮮料理 美味也帶動了小小漁村的人氣 跟買氣 另外像知道墨汁嫩奇亞 很多人一定沒吃過 小時候就常常聽老人家講說 其實這一些軟絲污漬都一樣 就它的皮才有甜度 然後我發現其實它那個黑末 只有軟絲的黑末有甜度 而且它營養價值也很高 乍到敲到好處的冷息 切成一塊塊跟墨囊攪拌 就成了一道 乌七媽黑的獨門料理 因為它那個黑煙沒有排除掉 然後整個那個味道 就反映在那個食物的上面 所以說特別那個口感 是外面都沒有吃到不同的東西過 吃了兩個米粉 兩個海鮮粥 為了讓客人每次來 都能吃到不同風味的龍宮針鑽 每天一大早 他固定跑到宜蘭的石城漁港 去搶定製漁網的海納仔漁獲 這個就煎魚啊 人家做那個柴魚啊 做那些罐頭的這種 買食材得趕在中午十一點前 回到店裡頭 因為客人千里迢迢來到這裡 讓客人能吃得充滿歡笑 是不多話的蕭文偉 最開心的一件事 澳門的游泳人那麼帥 對 大家在攝影中 你現在是要招待一下喔 一間台灣吉東的小店 蕭文偉回鄉 端出最鮮美的海味 讓毛澳的小漁村 帶來了新的生命力 在台中風源 有一家鐵皮屋的深夜食堂 賣的是各種海鮮本燉 米飯西附滿湯汁粒粒分明 白蝦 小卷 螃蟹 生蠔 鮑魚 客製化想要吃什麼 通通都可以加 老闆何冠德 從夜市餐車起家 一炮而紅的龍蝦粥 還曾經締造 一個晚上就賣200碗的紀錄 他用獨門的海瓜籽 扇貝製作陳青湯 跟龍蝦糕熬煮出無敵金黃色 喝起來濃郁鮮甜 美味總是讓客人 追著何冠德的餐車 跑遍台中 無論是平價爆量海鮮粥 或者是高檔整尾龍蝦粥 粥粉們統統買單 曾經歷經了車禍 種種人生低潮 何冠德的海鮮粥 還差點面離席的 它是如何挺過來的呢 這是龍蝦粥嗎 對 它要超多的 很大隻的龍蝦粥 所以才過來這裡 過來這裡 對 這個湯很濃 因為它可能是蝦膏 就是有融在裡面 所以就非常入味 湯喝下去的時候 發覺很濃郁 真的很濃 產生煮還滿酷的 要不是親眼見證 真的不敢相信 可以這樣吃龍蝦 人人桌上一碗龍蝦粥 干貝 蛤蜊 白蝦 小卷 螃蟹 生蠔 鮑魚 扇貝 松葉蟹肉 想吃什麼都可以加 一整隻的大龍蝦 肉質Q彈 養下去幾乎要爆汁 在台中風源號稱 要被龍蝦淹沒的海鮮粥 除了霸氣 找不到第二個形容詞 因為那個時候在市面上 有很多的那個海鮮粥嘛 那我去跟人家拚這個天下 人家東西都特別不一樣 所以我 要不做就做高檔 對 做創始者 做跟人家不同的 所以我最快的速度是五點營業 五點半結束 真的假的 曾經煮到懷疑人生啊 就四鍋這樣子 對 四鍋這樣子 對 四鍋 然後客人後面就 就像裡面這樣做得滿滿的 他說說不要再等了 要再等 要再四個小時不要等 曾經半小時就完售 這生意好到無人能急 在餐車上俐落煮著粥的 是老闆何慣德 賣海鮮粥堪稱 豐原深夜美食第一把交椅 他很敢賣 客人也很敢吃 高檔海鮮食材全入粥 但何慣德煮的龍蝦粥 不是噱頭 而是實實在在的真功夫 給龍蝦洗三溫網 一般我現在這個動作 外面是都沒有在做的 你就先讓它靜靜的 對 這個動作 因為龍蝦基本上 它是雜食性的動作 然後洗乾淨 對 那我本身比較龜毛一點 這些我都不要 它膏現在沒有角色 等一下那個湯就不會變黃色的 黃色整個顏色就不一樣有沒有 這跟它那個蝦膏的成熟度有關係 四爐其開 金黃湯色超級誘人 大尾龍蝦在高湯裡滾動 人生追求的不就是這個美味嗎 各種海鮮完全客製化 想吃什麼老闆都可以加給你 看似生米的飯其實早已熟透 丟緊鍋中熬煮 類似南部的飯湯 也讓何慣德的豬更有特色 就是比較粒粒粉 就是沒有很醜 就是鹹鹤 每個都很搭客 吃我的東西要有緣分 只要一擺上了 我沒有鍋子 我就沒有辦法煮它的 好 如果不能等的話 它就明天再來囉 放緣分耶 對 當邊的人都知道這個東西 這種鍋它可以吃到最多 可以吃到六人份 在小小餐廳上熬出的是 澎湃滿罐的海鮮 有個新的老闆超熱氣 面對老客人 甚至還會出動臉盆來裝粥 爽客龍蝦鮮度破敗 米粒吸附湯汁口感分明 許多海鮮粥粉 從五年前開始 追著何慣德的餐車跑 那麼瘋狂不是沒有原因 要在豐原能吃到 和海邊零距離的海鮮 何慣德確實做了不少功課 一路在親自選貨中 慢慢摸索 我挑個一個目前那個規格 我要補規格龍蝦 這是印尼的小新王 這大概五大 這隻的話是接近300克 那就直接定個20隻 20、30隻左右 一次喔 一次喔 其實我們都會晚上的時候 我們都會丟一些貝類 或是生蠔類的東西 讓它會 讓它保持它的活力是最好的 一開始就補完那一隻 那一隻就這樣子買了 然後回去自己再一秒去 對...回去再看它怎麼處理 然後後面就... 就開始不懂就問啊 就找老闆問啊 這一隻的話 差不多兩...三斤左右 太小隻它沒有肉啊 等一下調厚一點的 像這樣厚實一點它有肉的啊 龍蝦 冰王蟹 麻糬蛋菜 大白鴿 全部都可以入周 何慣德對食材不手軟 不跳直送 接著該清洗的 該對切的 都要搶先趕快處理好 再急速冷凍 可是真正的海鮮粥 它是不靠調味料的 像我們這邊就不放鹽巴 不放米酒 不放味精 不放雞精粉什麼都不放 就單純就是海鮮 我們的湯有名字耶 叫做清澈湯啊 用清澈透明的湯來煮粥 在加入海鮮食材後 越熬越發鮮美 何慣德研究很久 才悟出其中原理 這是扇貝 所以你下次用的是湯頭 對 他一定要用這種小籃子 他沒有辦法一次用 直接把它往下面丟 他們顏色已經出來了 我們要的是它的味道 今天只用扇貝和海瓜籽 汆燙的成青湯 這完全顛覆了眾人的想像 何慣德也曾經用很多的食材 配食來熬湯 卻忘了海鮮食材 最重要的就是原味 這湯底問世之後 就成了他打遍台中 無敵手的秘密武器 沒有辦法啦 前世工作我沒有做 他沒有辦法做 做這個都是要一對手 沒有一對手沒有辦法做 媽媽趙文怡幫忙前置備料 搭到煮飯 小到切菜包廂 都盡力達到兒子龜毛的要求 要做到那傳說中 粒粒分明的米飯 煮成粥之後能不灼了一鍋湯 夫子倆研究把煮好的米 要先冰在冰箱 一天一夜再拿出來用手壓碎 這是你們兒子這樣煮出來嗎 對啊 他說人家煮的湯怎麼會輕輕的 煮的怎麼會苦苦的 他說是不是我們要冰過 把那個這個水分吸乾 然後做這個時候 我做得很生氣耶 你硬幫幫他怎麼壓到 粒粒分明出來 後來就想了這怎麼做 所以那個時候做的時候 不知道要怎麼做 手都受傷了 他沒有贊成過 他到現在也沒有贊成過 給他急順冷凍啊 喜好趕快急順冷凍啊 你們要拿過來 我媽媽是一個大善人 她是一個很和哀可心的人 她只是 她都只是會抱怨而已 你還要做多久 你可以換別的工作嗎 你知道我很累嗎 從一開始創業的時候 是一天只睡兩個小時 回顧一碗海鮮粥 五味雜成是人生的滋味 本來是傳統上班族的何冠德 五年前無預警遇上公司裁員 安穩的生活一起變調 想要創業賣吃的 身邊卻沒有一個人看好 我們家人沒有 神氣朋友沒有一個支持我的 沒有一個支持我的 全部都反對 我菜刀不會拿 我不會煮菜 我連挑菜都不會 那你為什麼要做這個行業 偶然即為我們到那個台 那個雲林 我朋友她阿嬤煮了一個那個 鯊魚粥 就往這個方向去發展 到後面就變成了海鮮粥 你那時候的概念就是餐車 沒有想點名的 沒有 單純就是餐車 起初開著小發財車 在台中各地賣海鮮粥 憑著吸睛澎湃的龍蝦粥 慢慢累積客源 口耳相傳之下一起爆紅 聲音好到連何冠德 自己都不敢相信 最高紀錄一天 一個月通常都是在 每一天都在一百三十幾晚上 讓我最感到訝異的是 居然有客人 變在我的後面旁 對 她開車車追著我後面旁 我到店裡的時候說 你有什麼事嗎 爸爸你什麼事 因為我要吃東西 累積一票死中粉絲 想贊著力大功 但因為海鮮實在在移動中 不予保存成本過重 加上經歷的一場車禍 車子幾乎全毀 暫時熄燈的海鮮粥 讓鐵粉無法接受 何冠德在休息半年後 闖出江湖 那半年為什麼不做了 聽到我不做那種消息出來 大家一窩蜂跑回來 你不能不做喔 我們會吃不到喔 很開心的心情 就是有人願意吃你的東西 即使用了小店面 何冠德依然堅持在餐車上賣粥 除了另一手海鮮味 他跟突發奇想 出出了外面沒有的蟹餅和魚餅 我吃了很多魚 所以其實魚它比較適合做炸的 因為我們叫外酥內軟 炸下去把它上那個螃蟹跟魚 是更明顯的 對... 炸過的魚餅蟹餅整隻超吸睛 酥脆口感帶著豐富海味 軟嫩的內層是越嚼越香 何冠德又滿滿創意 靠著海鮮扭轉了自己的人生 那支持我最大動力就是我媽媽 我媽媽我愛你 總這麼大從來沒有媽媽 他給我很多的空間跟時間 我去做了很多的嘗試 如果沒有它的話海鮮粥 還會有 可是應該不會獲得那麼尊重 對... 海鮮與粥的對味 加了一點生命中的蟹魚餅 成就豐富富花 需要更多的是腳踏實地 滋味方能越好越鮮甜 你有吃過一間餐廳 老闆不只會做菜 還會邊說這一道菜的歷史嗎 在南投中興新村 就有這麼一間特別的小店 把在地各家媽媽飯的丘楼菜 變成桌上誘人垂涎的佳肴 有些還是流傳好幾年的名菜 像是慈禧太后愛吃的賽螃蟹 用的是魚肉 不過味道卻完全不輸給蒸的螃蟹肉 另外廣東順德傳來的釀魚 裡面完全找不到一個魚刺 有孝子魚的稱號 在地私處 陳武強用心做出一道道佳肴 讓這裡成為了 傳承老味道的神埔菜 邊聽故事邊品嘗 讓上門的饕客充滿感動 好 歡迎光臨 今天用餐的客人嗎 是 謝謝 好 請進 一進門口就可以感受 老闆陳武強的熱情 這家位在南投中興新村 由老房社變身的 無菜單料理店 風格獨樹一致 裡面很多的一些 老舊的電視啊 Lazio啊 都是一些朋友啦 主動問我說 武強你店裡要不要放嗎 我送你一個電視機 反正就變成 我們店裡面的特色了 老房子飄散出來的精緻 老味道外頭吃不到 自然吸引顧客 慕名而來 乾杯 其實私處料理 這幾年非常的流行 讓我們就是吃的時候 能夠有 一群人一起聚餐 可是我們又有 好朋友觀聚的氛圍 為了營造像在家吃飯一樣 陳武強夫妻倆 一天只接待一組客人 預約集包場 涼拌魚手 擺盤也是有講究的 豐富的蔬菜配料 是兩廣地區常見的家常棉菜 象徵堆得越高 浴室就越好 陳武強讓客人親自體驗 下面有花生代表落地生花 子孫滿堂 紫洋蔥代表紫氣東來富貴吉鄉 紅色的像番茄 紅蘿瓜 那當然就代表好彩頭 特別的是 這裡的每一道菜都有典故 塞螃蟹這道菜的話 當時是因為慈禧太后想吃螃蟹 她就交代育廚去準備 當時北方不是螃蟹的季節 那從南方運螃蟹上北方的話 又來不及 育廚就發揮她的創意 想到一個方法 就用白色的魚肉 來取代螃蟹肉 後來慈禧太后吃了以後 她覺得說 這個比她原來吃的螃蟹還好吃 所以她就給她一個名稱 叫曬螃蟹 對 那我們家上面這一個 上面的紅蘿蔔 紅蘿蔔黃酒還有嗎 你要照做法的話就是 紅蘿蔔切碎 然後你用一點點油 然後炒一點點鹹蛋黃 親切跟客人互動 聽陳武強說話 就像是一門藝術 她個性樸實 愛作才更愛講故事 從歷史典故說到做法 客人邊聽故事邊品嘗 變得更有滋味 用餐過程讓人充滿驚喜 像這道賽螃蟹 得先將魚肉蒸熟後壓碎 稀嫩的魚肉經過蛋白的滋潤 再加上牛奶跟魚膏湯 多了香氣跟海味 口感又細又滑 再搭配用蛋黃 紅蘿蔔炒出的蟹黃 光這道菜做工就相當反覆 還有這道清蒸釀魚 它有一整隻鱸魚 只完整保留魚頭 魚尾跟中間的魚皮 中間的魚肉跟魚骨頭得提出來 魚肉的部分再加上一些辛香料 我們裡面其實用的就是 它原本的魚肉 只是說我們裡面 加了一些蔥 薑 還有為了滑口 所以說有剁了一些 豬的肥肉進去 然後讓這條魚的部分的話 保有它魚肉本來的鮮甜味 調味以後再塞回魚肚子裡 接著悶熟定型 神奇的是外觀看起來 又像是完完整整的一條魚 這做法光是聽到就覺得累 但用心又費工的釀魚 口感也獨特 相傳這道菜 是廣東順德的地方菜肴 當地有個孝子 為了讓爸爸能吃魚 想出一個辦法 把魚骨頭都剃掉 再把魚肉重組回去 讓爸爸能品嘗 所以這道菜 還有個名稱叫做孝子魚 吃魚杯菜快做老闆 真的很棒 謝謝 師傅加了絞肉 然後還有蔬菜在裡面 所以就已經去掉魚原本的味道 它吃起來非常的可口 尤其我年紀很大 最近很少吃魚就怕魚骨頭 那這一道我其實幾歲了 很適合我吃 那一吃到這個 感覺那味道越嚼越香 後來我吃的時候 才知道為什麼一天 只能接待一組客人 因為那個師傅都是手工菜 像那個豆腐羹 它豆腐切得很薄 然後像那個 我們小女生的指甲一樣 真的 我們那一碗豆腐羹裡面 就有三四百片的豆腐 太厲害了 很驚豔 每道菜都讓客人讚嘆不已 更吃得出用心 陳武強不嫌麻煩 因為裡頭有著他的堅持 功夫菜就是這樣子 他迷人的地方就是探飛工 都有很迷人的一些背後的故事 讓這種老味道跟這樣的飲食文化 能夠一直不斷的流傳 為了讓食客能夠記住這些菜 他費了很多功夫 等於是用時間換來的菜 就像是一門哲學 一道菜如果有豐富的故事 在裡面的話 你吃過你永遠都不會忘記它 除了味道以外 對你講到那個故事的時候 可能那個味道就自己就浮現起來了 他把對這塊土地的熱愛 可以轉化為全城的使命 我本身就是在中英村長大的小孩 對 當然在情感面上來講的話 我對這個地方是當然是有 非常人厚的情感 另外一方面呢 中英村以前是神府所在地 裡面的工作的同仁神府員工 都是來自各個省份的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的飲食文化就變得非常豐富 我們既然想要去保留住這些 這樣的一個飲食文化的話 那當然就是一定要在在地 這個地方來做 才有它的意義存在 陳五強的料理也代表 中興新村獨有的家鄉味 但十年前他還只是個 不會進廚房的科技公司高層 因為我父親中風了以後 我就辭掉工作回來家鄉 去挑我自己有興趣的東西來做 所以就從五十歲開始去學料理 把乙吉正道考下來 我就跑到噴論教室去當噴論老師 不只有天賦他觀察力也驚人 運用專程將食材精準涼化 一點一滴累積精湛廚藝 像這道山東燒雞 將雞肉醃漬後再經過酥炸蒸煮 最後手工鍋子起司 搭配清爽小黃瓜 吃起來酸甜開胃滋味迷人 還有這道腐乳扣肉 滑嫩的膠質肉塊香甜味美 得花上十五個小時以上 蒸煮炸煙再切片 每個細節都是不能省掉的功夫 它是一道廣西菜 它叫做俘乳扣肉 那簡稱叫做俘乳肉 它的諧音就是俘乳獸 將各路媽媽們的拿手菜 變成桌上一道道美味佳肴 是他跟村裡媽媽們 努力勤力而來的功夫 店面休息之餘 也會到關懷據點當志工 做菜給長輩們吃 你這麼快就吃完了 你的飯咧 飯在這裡 飯在這裡 你們重慶菜除了夾鯊肉以外 還有麻婆豆腐 穿比較出名的夾鯊肉 就是穿了 已經穿了兩千多年了 向媽媽們請教 是他習以為常的日常 每一次與客人的相聚 更是他辛苦付出後的 活力全員 每一次看到客人 很開心地把這些菜要吃完 然後很開心地 就邊走還在邊講 你說剛才吃了哪一道菜 怎麼樣 那個道菜好棒 然後那個東西 怎麼會跟那個 哪一個皇帝有關的呢 他們還會邊走邊講這些故事 這個是讓我最開心的地方 他的解釋典故 手法 還有根據怎麼來的 讓我真的 七幾歲 其實長得吸引了很多知識 不僅實力滿足 知識上也得到滿足 讓客人歡聚一堂 又能帶著滿滿收穫 是他最大的成就感 也感謝太太 一路陪對他守著這家店 沒有他的幫忙 我是根本不可能一個人做的 他是我最大最大的 資助跟幫手 對 如果沒有他的支持的話 我也沒辦法做 即便只有夫妻倆在做 但一道道功夫菜征服 桃口味蕾 平時價格就能長遍大江南北 這就是我的故鄉 希望能夠對這個地方的 文化的保存 能夠有一個貢獻 能做多少我不知道 但盡量做 讓有醫院學習的人 有地方可以學習 讓這些菜肴的生命 能夠一直不斷的流傳下去 算是永續吧 透過菜肴表達對這塊土地的情感 陳武強用心傳承 每一口都是滿滿感動 丁竹的南寮漁港附近 有一家用GPS 你都找不到非常隱密的海鮮餐廳 獨家菜色保證新鮮 像漁夫飯吃得到滿滿的海味 和焦香的鍋巴 當季的烏魚米粉湯鮮甜滑口 其他像是桂花螃蟹 醋龍卵絲 都是外面吃不到的好口味 老闆吳興華喜歡釣魚 也做過幾年漁夫 也曾經代表台灣自行車隊 騎進奧運的比賽 他甚至還有一個神秘的身分 那就是黑貓中隊烈士的遺父子 隨著歷史解密 吳興華在傷痛中找尋自我 在海味裡分享人生 一起來看看他的故事 我不能聽到你這個東西不新鮮 不要羨慕 不要嫉妒 一切靠自己 一間離南寮雨港五分鐘之城的餐廳 前身是自家工廠 內部裝潢復古混搭 平日的午後仍不乏老套上門 十七年的海鮮餐廳 是老闆吳興華一手打造 巷弄裡的道地美食 我們招牌的海鮮飯 然後我們這鍋飯呢 當初我開店的時候想 因為開在巷子裡面 我們必須要有幾樣代表 當然先炒飯 然後海鮮料 然後這是我們獨家的麵料 然後也有客人他叫它叫做漁夫飯 外面吃不到的口味 把炒到入味的海鮮放在炒飯裡 淋上蛋衣和配料後 再到爐火上乾燒 然後這個燒很重要 有的人他喜歡吃鍋巴 他們說這樣會特別香 燒到滋滋作響的包飯 鍋底的炒飯或者焦香 和新鮮海味互相融合 配上獨家醬料 鹹香四溢 口感絕佳 成為一脈長紅的闖食美味 在吳興華店裡沒有固定菜單 跟經典的菜色都是口而相傳 當天的海味則是他堅持 親自到漁港挑選回來的 什麼 這裡有什麼 這裡有蚵毛嗎 有 來來來來 這個是雞釣的 最棒的魚叫黑毛 它肉質非常的細 就完全是烹雲氣的 有時候不一定有嗎 對 不一定有 冰箱都會幾點來採嗎 大概九點多吧 九點多 所以我們這邊是南寮 對 南寮魚市場 今天是吹十一級風 然後今天那個船沒有辦法出去 我們就只能在這邊 在開餐廳之前 吳興華做了四年的漁夫 自己有漁船釣魚 對各種海鮮的認識 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漁獲新不新鮮 都逃不過他的眼睛 然後我們現在挑花蟹 挑的時候一定要挑這個紅臉 這種紅臉的 這紅臉代表它裡面的肉質 是非常的飽滿 而且非常的鮮甜 這他們家自己的船抓的 這是昨天回來的 昨天晚上到的 越多越好 其貨可居 一台船只有抓這一些而已 還有裡面那一些 市場的各家漁飯 都是吳興華當漁夫時 一起釣魚的夥伴 開餐廳之後 當年的釣友變成了提供漁獲的 最佳選擇 各種魚類 花枝 龍蝦 任君選購 看到我都很開心 等一下要送錢給他 金主 十幾年來幾乎天天來採賣 風雨無阻 胡興華從雨大海結圓到開餐廳 那些逃海為生的日子 現在想起來還是記憶有心 那時候海巷很好 漁獲也多 然後一次掉回來 大概一天這樣單趟這樣出去 大概有 一萬多或兩萬多塊的魚 我在海裡面擦點陣亡三次 還好命都很大 浪又大 風又吹 整個船擦到海 擦到一半擦到海裡面 然後浮起來 一定要有魚 我們今天才會有錢 因為當年有很多 從台北或台中來的海鮮餐廳 他們很喜歡我們釣的魚 後來我師傅才會跟我講說 在這邊自己開 因為我們看到的 都是第一手的魚嘛 釣回來就是這麼新鮮 往上來就是這麼好 那個是很主觀的印象 胡興勇氣在漁港的巷弄裡 開餐廳 有時連GPS也導航不到 但胡興華就是靠著 最新鮮的魚貨和料理 成為內行人才知道的地方 我四十歲開這家店 然後今年五十六歲了 因為客人都講我這邊 叫魚屋的店 像目前現在看到 就已經有大概有十種魚了吧 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的名詞 整客人來點這活的啊 從漁港買回來的魚貨 會立刻放在冰棟保鮮 火條的螃蟹和龍蝦 則會放在海水蘸養殖裡 這些海鮮就是 吳興華今日的菜單 漁夫的兒子雖然不買魚 但卻包辦廚房裡的大小事 對老爸買回來的海鮮 都能快速上菜 從二十歲退伍到現在 我三十歲 差不多八九年 就把每個師傅的手藝學起來 就變自己了 炒桂花螃蟹 把蛋先入鍋炒之後 再加入各種蔬菜配料 最後放入事先燒炸鍋的花蟹 再繼續翻炒 金黃色的蛋花 就好似桂花般色澤 當季的蟹肉飽滿興致 嘗到鮮甜滿分的享受 吳興華負責採鮮 兒子吳東漢負責上菜 負責兩個思期質默契十足 而談起父親這個角色 吳興華竟和我們一樣 是從餐廳牆上的舊照片 認識自己的爸爸 不在稀烈時 我很平凡 但是我從小有一個 為國犧牲的爸爸 還有守著我五十六年的媽媽 我爸爸當年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飛行單位是黑貓中隊 就前幾年很... 很機密的一個中隊 然後大概十年前呢 這解密出來 我才知道說我父親 有這麼多的 一般人做不到的那個事情 他的飛機在台灣上空 訓練飛行的時候 飛機出了一點狀況 然後他又堅持要把飛機飛下來 然後他的機力打到 機場旁邊的電線桿 就這樣殉職 我父親是2月17號殉職 我是3... 隔月的3月31號生出來的 父親32歲就離世 吳興華打從出生就沒看過父親 對爸爸這個角色幾乎陌生 而隨著時代解密當年的行動公諸於世 父親種種的英勇事蹟 讓吳興華更為崇拜 在新竹市 也有一個學校紀念我爸爸 用他的名字紀念他 走到哪裡 這是誰的兒子 我媽媽是一個很傳統的女性 但她對我父親那個愛 但是沒有辦法改變了 母親為父親手寡境60年 用情置身 到現在看著父親的遺物 還會感傷落淚 而身為遺父子 吳興華內心更是百感交集 連見都沒有見過 就是全部看書本 口述 照片 然後他留下來的東西 至於形容自己想一個爸爸 出來這樣子 我在小時候我也想過 前面那台車 我會希望前面那台車裡面 那一個人是我爸爸 這東西是假的 我爸爸突然出現在 出現在老家這樣子 然後看著別人同學的爸爸 就覺得很羨慕他們 他們有爸爸 我讀國中的時候我想要考飛關 結果我媳婦的爺爺 跑來說千萬 你一定不能去跟我開飛機 我還記得他問我一句話 你知道開飛機多危險嗎 有個身分特殊的爸爸 吳興華的骨子裡 似乎也遺傳了父親的志氣 不管是做生意 做漁夫 甚至還苦練單車技術 一舉起進奧運隊 成為1988年 汉城奧運自由車培訓隊員 所以吳興華而言 他盡力地表演好 生命裡面一個角色 直到結婚生子中年創業 但開在商弄的餐廳 起初營業時也是發言問津 開了以後大概很無聊的半年吧 很無聊就偶爾一天來個一組客人 或兩組客人這樣子 就吃老本啊 說真的到今天 連我媽媽都不相信說 她大概在三億天跟我講說 她不相信說這邊的生意 會有這麼多客人進來 她認為是一個奇蹟 其實我們這邊的菜 我是比較趨向比較海口味 漁民在船上或在家裡 你不是奇怪 這個東西怎麼可以這樣搓 但是又很好吃 又很簡單 訴求這一塊 堅持漁村的海威 吳興華整整熬了三年店裡的生意 才慢慢有起色 兒子吳宗翰的手藝 越來越純熟 就來來回回其實都差不多那幾樣吧 可是就是桌數多或搬桌的時候 會比較累一點的 就做到起床 沒辦法走路 一直在 對啊 剛剛介紹的海鮮飯啊 米粉湯啊 醋溜那些 對 對... 都要有烏醋 白醋跟糖 就這樣子 特調的醋溜醬 吟在現炸的軟絲上 酸甜可口 裹著薄粉的軟絲 吃起來香酥Q嫩 搭配醋溜口味 讓人一吃挺得下來 而用烏魚做成的烏魚米粉湯 也是招牌菜之一 這個世界才有的烏魚 油脂豐厚 豆脂成熟 吳鮮華會把本來的白帶魚 擀成烏魚 泥粉湯裡還未肆溢 越熬越濃 多關懷自己的小孩 對 就像打比方是 父親給我的 然後我給他們這樣子 做傳承給他們 但是一樣不要學壞 因為你們的爺爺是誰 跟我的壓力是一樣 我的爸爸是誰 但是你們的爺爺是誰 將近一甲子的時光過去了 國防部國家軍事博物館 也為父親武在西烈市 舉行能力捐贈 福興華最終只留了一件 父親飛行的衣服在身邊 對他而言 現在的日子所有盡好 堅持著老店的鮮味 把客人當成家人 他走出一條大時代背景下 不同的路 只要有客人他認為 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他是滿意的 而且會很誇獎我 我都會忘掉那些痛苦的事情 有機會跟他想什麼 下輩子我還當他20就好 這樣我就看得到 人生百種滋味化作盤中仙 吳興華總用樂觀豁達的心 面對各種考驗 相信自己堅持不放棄 再曲折的人生 也有屬於他的故事 近北雙溪的街上 有一家開了快30年的毛蟹專賣店 每當毛蟹季節總是一味難求 老饕們都是為了要吃到 老闆張龍勝獨門的乾燒毛蟹而來 新鮮的毛蟹呢 用特殊的料理手法燜炒 翻滾之間 毛蟹變得成黃動人 蟹膏飽滿 而且蟹肉相當扎實 每一隻毛蟹都是張龍勝 他親自到西邊去抓的 但您來看這位老丸頭 是如何用一騎一會的美味 收服人心 差不多12月來這裡最好 按摩的時間就是 大家都頂得多了 來都是吃毛蟹 真的等到毛蟹季的時候 生意真的超好 我來這裡做五三十年有喔 要抓 要抓就好 要吃 要吃小蟹 是喔 剛嫁老公的時候 老公是說回來要看那個 修理油門 要想想油門的行不開 要想說 要不然來做一個 做看看 要不然就來做一個 雙溪老街上 正午時分飄出山殘鄉 西霞幸運在油鍋裡跳動 這家三十年的小吃店 專賣當地特產 快廠 店裡的所有菜色 幾乎都是老闆娘陳美惠一手包辦 唯獨這道乾燒毛蟹 是非老闆張龍勝 但是禽子料理不可 用乾燒的 乾燒耶 用乾燒的 對 用乾燒的 這是花米的嗎 對 這是它那個 要烤得多一點 不然乾燒 沒有什麼 同樣是我們裡面的 都不贏了 刷到魚子裡 再加乾燒 這做法算是 應該包圍不這樣做 煎菜的味道 把新鮮的毛蟹 先放入鍋內燙熟 和薑片少許調味 這是料理的第一步驟 夜裡的毛蟹 都是現點現做 想要嘗到美味 就需要等待 快快走耶 對 要幫 現在可以熟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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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紅了的螃蟹 正享受著湯汁精華 等到完全收乾後 再加入醬油和胡椒 接著映入眼簾的 就是一系列精采的 翻滾吧毛蟹 這鍋很香耶 這鍋很香耶 鍋很香耶 鍋一天一天 在那邊往外面 到外面用這個燙的 會不會太重 對 現在這樣燙 會爆氣對不對 會爆氣對不對 會爆香 這左翻右翻 上翻下翻 跳動的毛蟹獲著香氣 整整誘人 獨門的做法 每到毛蟹技時 總是吸引韜客聞香而來 乾燒過後的毛蟹夠味帶盡 內行人都知道要怎麼吃 蟹黃多汁 蟹肉飽滿 蒸汁蹭起來是超過癮 張龍勝說很多客人 是一吃好幾十年 年年報到 也有一個人 就可以吃好幾斤毛蟹 之所以這麼受到歡迎 是因為張龍勝的毛蟹 不只是口味好 也保證新鮮安心 都是他自己 抓回來的隱身毛蟹 抓毛蟹就是 舊頭比較多的地方 你回到就比較有了 你抓毛蟹了幾年了 三十多年了 我小孩就抓了 是喔 小孩就抓了 是喔 小孩就抓了 以前毛蟹很多 這個技巧是 我們抓的時候 看舊頭比較多的地方 不過他的毛蟹 那個毛蟹 要向他的滋味 向他的滋味 他就這樣 毛蟹的產季 大約在每年的九月開始 一直到隔年音樂 都吃得到 抓毛蟹都是在晚上的時候 放網 隔天收網 張龍勝說 雙繫一帶的溪流 都可以見到野生毛蟹的蹤跡 三十多年的毛蟹老手 對於水流石頭鳳生態 都瞭若執掌 但能不能每次都豐收 也是要看天吃飯 這太小了吧 太小了 結果要放生了 太小了 這不能吃 這不能吃 太小吃也不能吃 大哥 所以你是用什麼東西 來抓那個毛蟹 我用秋刀也比較多 雖然毛蟹並非保育類 但為了讓生態永續 太小的毛蟹都必須放生 也因為毛蟹不像大閘蟹 一樣能飼養 所以一定要靠人力來吸力抓 妳如果像以前 我們去抓 落水的時間去抓 很多一晚上都抓 一隻蟹蟹蟹蟹蟹 都抓二、三十斤 有喔 這個比較多 有啊 這個比較多 很大隻喔 很大隻耶 這差不多有幾粒 這差不多有七百粒 有 十倍 這大舟有被牙蟹蟹蟹嗎 有喔 都流血了 有很多 現在沒辦法 以前沒人要吃 現在沒人吃 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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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要抓毛蟹是玩樂的成分居多 變成刀生活之後 才看得到辛苦的一面 最困難的是 人家站著 出雲子走到雲子 小時候走到雲子 小時候要帶 雲子去吃燙 那個比較燙 會燙 對啊 會燙 最好算是我們回到的時間 整個雲子 才發現 那人最好算 很高興 妳如果在裡 喔 空不用 她再想 想說這個抓這個不好 張龍盛從沒想過自己抓毛蟹 會抓到開毛蟹專賣餐廳 本來也曾在台北工廠做事 結婚之後回來雙溪 和太太開了小吃店 起初是賣水餃麵食 但生意一直不見起色 最後就想說 青年那次這樣摸的 事都很多 我想說阿富蘭的味道 你看看有香味嗎 也一般買 兩三年都沒人 沒什麼人買 是喔 對啊 也很難買 那時候用三個而已 就不知道 尾巴可以用三個 自己摸到一邊… 變成用三個 要研究啊 對… 雖然起初乏人問盡 但張龍盛並沒有把毛蟹 從菜單上劃掉 反而是堅持新鮮 和獨家料理手法之下 慢慢被客人接受 甚至變成了小店的招牌菜 最忙碌的是假日 假日你剛才沒放棄 假日真的沒辦法買去 農客人來的嗎 全部都要找回來 有時候我小孩都生… 生沒幾個月而已 來吃的 他說吃到小孩邊那麼大 說一天吃快 幾年三十年要我快 有的真的都不來吃 都沒帶過 買出好口碑 張龍盛對自家毛蟹充滿信心 數十年來仍然堅持自己 親自去抓 因為不但可以維持品質 還能常常看看家鄉的好山好水 而抓回來的毛蟹更要齊心呵護 讓他們進野溪火水 也要餵食玉米 因為你如果你沒有吃 它才會水 也比較多 吃也比較多 這款大概有三年以上 最初有六七 你這裡有多年嗎 對啊 看你這裡要穿多久 還不穿 沒有穿 他如果想要穿多久 這就是給他的腳 他的腳如果穿 就是在這裡勾進去 就比較飽 養在店前面的活毛蟹 新鮮看得見 客人想吃多少 都可以乘中計價 只是毛蟹珍貴的地方 就在於它無法人工繁殖飼養 陶客常常也是得通韻劑 這個麻的就不一定 這個以前的 你說整天都麻的很多不可能 等於如果再來 咳明就麻的 今天麻的就說 今天都沒有麻的 那就不可能 那可以就死麻的 有的又等了 又等了 又等了 都是怎樣 回首毛蟹人生三十載 家鄉的好山好水依舊 但當年的小夥子 也變成了六十多歲的阿伯 體力當然不如從前 要在溪邊活動 家人還是會擔心 尤其是身為老婆 陳美慧更是拿這位老頑童 沒有辦法 他之前都自己去 現在這回要人家 他會煩惱喔 他會煩惱喔 我跟妳說不要去啊 什麼 沒有啦 她也是說 我又要玩了 她說不然妳要玩 妳要自己休息嗎 不會很危險 還會很危險 還會很大 像我可以拿這個時候 整個人放在那裡 放過六點鐘 要早點去找到找到 很恐怖 那頂到去 對啊 整個人也穿起來了 要不是陳美慧侃侃而侃 我們還不知道張龍聖 有另一個冒險事蹟 就是摘虎頭蜂窩 抬頭看天花板 吊的都是歷年來他的戰績 這些不只是興趣 也是為了養家生活 因為你小孩 小孩比較多 要專門 像你如果不在那裡 都要做了 像你如果不在那裡 那裡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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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 現在已經炸出了 火關 吃起來是脆脆還是什麼 脆脆 很好吃喔 很香 等一下你們吃才知道 超好吃 河青豆 蔥段半炒的蜂擁 口感酥脆 完全顛覆想像 一口接著一口 越吃越順口 儼然成為店裡 另一道必點特色菜 鍋產在陳美慧手裡 好像永遠都停不下來 這道朝野薑花 也是取當地的食材料理而成 它裡面有肉絲 薑絲 紅蘿蔔 紅蘿蔔 野薑花倒下去 不用 跑太久了 不用 跑太久它短掉 不好吃 現炒的野薑花淡淡清香 口感新鮮 搭配著蛋花 肉絲 家常味十足 這裡的料理都不只一道程序 客人多時考驗著廚藝功夫 但只要夫妻倆出馬 一桌佳肴馬上澎湃登場 你喜歡吃毛蟹 毛蟹喔 超喜歡吃 超喜歡吃 因為老公罵你不愛吃 是喔 對 我跟女兒兒子超喜歡吃 我一拜 上年高雄的老婆 吃到這裡吃 靈心從哪一次 你還會選擇去吃這個東西 也是一樣 我會選擇 因為這個像好像 後來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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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蟹是每年最令人期待的時刻 雙溪小鎮裡的老店與陶客們 相約一期一會 折一年異常的蟹之味 也是張龍生夫妻倆 最真誠的打聽人生 歡迎收看近集的台灣 我是施貞 帶您來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在新北石門區的 林山鼻半島祕境 有一間隱身在漁港中的 百年火山石頭屋餐廳 販賣著每日的新鮮海味 滿到不能再滿的漁夫鍋裡頭 有著肉質彈牙的本港龍蝦 和膠質豐厚的龍蛋石斑 都是老闆給客人最大的誠意 而不只這樣喔 還作用最棒的海景和緩山步道 晚上能振著最夯的 星空障入睡 而熱愛大海的神秘老闆 和夥伴們 有著什麼樣的故事呢 一起來看 這個很正式 坐在我的手這邊 真的一起來排不起來 它這一家的海鮮全部都是標榜 全部都是火海鮮 坐在這邊的話 就是還可以聽到海的聲音 然後吹著海風很舒服 因為可能它這個都是鮮老的嘛 對啊 所以就是吃起來真的是 很好吃 很鮮甜 它這個房子之前是那個 李登輝總統他夫人 政府會他家族的故居 它的建材是使用 我們就是當地那個火山爆發 之前留下來那個岩漿 岸山岩 百年了啦 這已經一百年多年了啦 在新北市石門河三支的交界地區 有塊獨起的半島 林山比 與台灣最北端富貴角對望 這裡有一個小漁港 叫林山比漁港 八十萬年前的大屯山爆發 留下的安山岩 氣成火山石頭屋 老屋變成了秘境餐廳 就算只有一桌客人 廚房裡依然熱鬧滾滾 如果加熱的話 我們會把那個湯熬一大口 這個菜色是 也是突然有一個想法 因為我們這邊的特色就是 你關於漁港都會淘擠 我突然就有一個想法 說突然還是來 把當地的漁獲 然後做一個結合 漁獲就是會有白蝦 然後透抽 跟龍膽石棒的魚片 還有那個螃蟹 蛤蟆 對 對 招牌魚敷鍋 滿滿的海鮮食材 是小漁港的熱情 也有著邱志源 和黃昭信換來的感情 一個是台南來的小孩 一個是在地漁村長大的孩子 養人在廚房裡 總有這屬於他們的默契 上滿多嗎 對 這上滿多的 有一層白白這樣子 那炒的時候那個辣味 是一條的粉 就是自己獨聞配方 對不對 就是它向上來就會 就是吸到也是會哭哭吵 可是我有練過憋激功 胡椒鳳螺在鍋裡 來回翻動 耍耍耍耍的聲音 把美味吵醒 黃昭信16歲開始做廚師 海鮮在他手上 總能變化一道又一道的驚喜 一隻很快耶 不用30秒耶 有練過 因為住海邊的 以前都釣魚啊 游泳幹嘛的啊 對啊 都有 所以處理他們不陌生的 不陌生啊 對啊 把當季的三點蟹鮮酥炸過後 接下來就是要考驗功夫的時候 這道桂花蟹是道古早味的台灣料理 把蛋花炒出如桂花般的黃金蛋花 帶出螃蟹的鮮味 要翻一點嗎 對 廚師的手腕好像一個 永遠上景的發條在一次次翻炒中 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這道桂花蟹一出爐 色香味俱全 洩漏在蛋花裡特別嚼眼動人 保留鮮美的海味 擁有著大火快炒的香氣 成為餐廳的招牌菜 漁港的居民不超過十戶 田徽皇市骨魚大半子的漁民 也是提供餐廳海味的主要大將 東北角地區它有東北氣風 東北氣風一吹過來的話 真的很難生存 就好像我們現在風很大 所以我們現在的漁船 盡量趕快釣上來整修 冬天的海邊揮揮暗暗的 這天遇上了鷹魚天 調皮的風浪 打亂了出海捕魚的計畫 所有小船都停在港邊 也成了海景外的另一種實情花意 在台灣來講 你看得到海邊的餐廳很少 而且我又不受到別人的打擾 因為我們沒有什麼車子經過 安靜 然後風景好 自己有漁船 對餐廳的海鮮品質更能把關 美味幾乎跟餐廳零距離 有漁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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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會不會吃人 這很大 你想嘗試看看嗎 用力 用力 這就是活跳跳的本港龍蝦對不對 像這個差不多是五兩五年 這就是五六年 這是一斤桶 當然如果價值就有差 那些東西不敢陰朗 我今天出去抓到什麼就算什麼 如果抓不到 你要去我也沒辦法 除了大尾本港龍蝦 還有當季的萬里蟹 紅蟳 海膽和貝類 在這裡大海就是他們的冰箱 這邊買啊 是不是一定會比外面賣 當然啊 因為我們自己抓的 少了減逢賺一手機啦 不然我今天發育 有剩菜啦 老闆發育啦 或是老闆的朋友來 不然這隻煮送你也沒關係 老闆的朋友也很緊張 天哥海派的個性 承接下老屋之後 他負責海鮮魚貨 舊枝員和主廚黃昭信兩個年輕人 就負責外廠招呼和廚房手藝 只遍大海將他們聚在一塊 偶爾分工 偶爾也要合作 有沒有 這個一個人抬不起來 剛剛一撈起來之後 整個水花世界 我們整個現在攝影機都是水 活動力超強的龍膽石斑 才出見面就送給我們一個大禮 不過攝影機還是不要浴水則發 趕快扎乾再做訪問 那大哥這個有多重啊 二十六斤 曾經還對於是更大事的 整隻手吞下去 對 整隻手搖到這個脊骨這邊 所以這個就是 也是你們自己在這邊養 然後客人可以也來吃的 對 下撈的龍膽石斑最美味的吃法 就是清蒸 鮮嫩的魚肉還有厚實的膠質 養出不少死中饕客 那個魚肉的話吃起來很Q彈 也富有那個膠原蛋白 所以吃這個的話 絕對皮膚會很好 寧靜的氛圍 讓澎湃的海味裡多了點氣質 這裡沒有都市的喧鬧 偶爾還可以來走個環海步道 這個叫林山匹步道 它屬於鳳林石園區裡面的 圖形步道 讓我繞一個島繞一個圓圈 路面它一面是海一面是山 都看得到海景 這個叫鳳林石 鳳林石是大屯山火山爆發 然後掉下來的石塊 經過風吹日曬 它會變成一個零星零角出來 這個地方其實真的很少人知道 對不對 目前已經慢慢有 有些網路上都查得到 繞著半島走一圈 四十分鐘的絞程 一山磅海的視野 適合放空 是一個最好重新開始的地方 對邱志源來說便是如此 三人之中他年紀最小 但經歷的事 卻是比其他人來得深刻 老家在台南家裡 年少時混幫派 加入廟會八加九 邱志源當時做的荒唐事 現在說起來 還是會讓人捏一把冷汗 亂搞啊 放款啊 然後討債之類的 開槍才會被抓 開槍被抓 差點 就是有一點恩怨啊 然後剛好他開檳榔攤啊 然後半夜就去給他開槍 為什麼會有這個地方啊 就為愛走天涯 當年前女友的媽媽 在石門經營一家牛排館 女朋友要邱志源 跟他北上生活 順便學手藝 本以為這段感情可以開花結果 但卻還是走上分手一圖 他不希望我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是 因為他有這個意志 就自己修開了對不對 分手了 對啊 可以講問 為什麼 這個就不要了吧 緣分嘛 對不對 你怎麼要問他 要問他 要問他嗎 要不要像太多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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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鮮 更新鮮 對啊 可是我沒有離開這個地方 愛上個做菜你知道嗎 把秦商寄託在料理中 一次機緣之下 得知地主找了田哥 想要承租老屋當餐廳 問他要不要一起來聽看看 求知源自一流就是四年 而代表著三十 四十 五十 不同世代的三個男人 也培養出和家人一般的感情 談到過去都是傷心事 現在在這邊總比廚房 對啊 以前還沒學到的 現在都是很認真在學 那你們在廚房會聊天嗎 不會啊 我們苦衷做的啊 大家開玩家 對啊 你累了嗎 你累了嗎 你心情敗嗎 好 兩個男人的廚房不寬敞 但你不覺得擁擠 熟悉的動線 備料的默契 出菜配合得剛剛好 景點菜色以上桌酒讓人驚豔 滿到不能再滿的漁夫鍋 肉質Q彈的清蒸龍蝦 新鮮的涼拌海菜 這些都讓人忍不住大喊 住在海邊好幸福 而且還驚喜不斷 這裡有百年的石頭屋裡面 讓你用餐 也有這種新式的叫做星空障 這是邱智園和他的夥伴規劃 半年所做出來的 走 我們趕快進去看看 裡面有什麼 這空間非常的大 而且看到沒有 實在是太可愛了 這麼大的兩個玩偶 最重要的是 一大片的海景 就呈現在你的眼前 他這個障礙是六米障 然後他可以能讓他8到10的 晚上真的很特別 就很像那個彩虹泡 它燈打開 然後他從外面看 會呈現他的障礙顏色 趕上懶人露營的熱潮 你可以什麼行李都不用帶 直接入住星空障 喝下午茶用餐 白天還景 夜晚星空 這種生活其實才是人生 像家人比較豪爽 很開心啊 每天都嘻嘻哈的 我們就很像家人 我那很新 我看我也好 面鏡裡的小魚孫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乾孩的日子 讓人把生活果開闊了 浪頭上的美味 值得細細去品嘗 在高雄有一家超高CP值的 痛風海鮮砂鍋中 以浮誇的造型 跟多到碗都裝不下的海鮮 一碗就能夠吃到蝦 三點蟹還有紅薰 很多陶可都大呼過癮 而老闆洪章柚原本家境很不錯 但父親因為幫人背書 欠下了千萬債務 為了還債還極勞成績 年僅49歲就縱然離世了 讓原本開修車廠的他 開始了負債子還的日子 一度還到港邊當辛苦的康御工 最後他靠著澎湃的海鮮砂鍋中 加上自己的努力 終於苦盡甘來 痛風兩個要看嗎 痛風的料理來倒了 蛤蟆 廚房裡忙得像打仗 75年次的馮章柚 總怕客人久等 十六爐火力全開 超浮誇的痛風粥 是這裡的人氣招牌 一上桌就飲得幾乎連連 它的料很多 是讓我嚇到人 還好我沒有痛風 不然我就走不出這個店門 點一鍋 你就可以吃到不同的海鮮 因為它還有鮑魚 看到就覺得超驚奇的 就一次可以很多滿足 四隻大白蝦 外加一隻澳洲小龍蝦 兩隻三點蟹 外加一隻滿滿蟹膏的紅蟳 吃上一碗就大呼過癮 CP值非常的高 三個人吃兩鍋就飽了 非常划算 自己的親戚有在抓 有在抓一隻肉 所以我本身拿到的 現在會比別人比較熟熟 不只要用其今新鮮蟹補的螃蟹 紅張柚還只用個頭大的 尺寸比普通吃到飽用的 大上將近一倍 蟹膏多不多 就要看母蟹的肚子 是否有個粗線條 直接 來 真的耶 來 果然是準 就是蟹膏出 裡面的蛋真的很多 對 蟹膏之王紅蟳 用這個來行的方法來挑 更能保證吃到滿滿蟹膏 超客專程上門 最愛的就是這一位 蟹膏還滿多的 因為我做海鮮 所以說這邊吃不新鮮 我吃得出來 把海味烹煮的鮮美透徹 可能很難想像 過去的紅張柚跟餐飲業 完全扯不上邊 小時候紅爸爸經營茶行 還跟著流行養起了賽哥 比賽得了名次 賺了不少錢 紅張柚的童年過得相當不錯 但起料國一時 爸爸幫朋友背書 一夕之間家中經濟風雲變色 當時記得好像欠了 快將近一千萬 從那時候開始 我爸爸就沒有笑容 他每天都吃不到 就經歷中錢 中錢 已經沒什麼錢 晚上有時候就煮一鍋 一鍋麵條 幾包麵 裡面加了幾顆蛋 幾顆蛋 全家四姊弟還有爸媽媽 就吃兩顆蛋還有一些麵 這樣而已 眼看父親為錢擔憂 高三的他就決定放棄學業 到汽車保養廠當黑手 替爸爸分擔佳計 沒想到積勞成績的爸爸 年僅49歲就傳來離癌的噩耗 突然殺手人寰 記得他要過世的前半個小時 我們還在醫院陪他 他還跟我聊天 聊著聊著 跟我說我明天就要出醫院了 其實想說蠻開心的 我只走了半個小時 我就接到電話 說我爸已經快不行了 我不相信你知道嗎 我一定要自己回去親眼看得到 可是回去到醫院的時候 他整個人僵硬了 已經不動了 來不及了 對 來不及了 回想起那時父親驟然離世 紅張又還是忍不住掉下眼淚 年輕的他把傷痛嗑在心中 努力打拚開了自己的修車場 沒想到才剛開張 債主就上門討債 負債子還的壓力 讓紅張又跟太太商量 把好不容易 開成的保養場盤讓出去 解決父親留下的債務 但同時他也等於沒了工作 不想讓孩子跟著挨餓 身無分文的他 就到港口邊做起粗重的扛餘工 那種工作真的不是人做的 黃崎偉 補黃崎偉 一直都50公斤以上 將近快100公斤 用肩膀扛著 然後趕快摸下來 去那個房間 所以那是要命速度的 半夜烤完魚 已經累得幾乎虛脫 但紅張又天一亮 又趕去金紙工廠送貨 日以繼夜為賺錢分貨 太太卻擔心 她會因此累得倒下 她跟我說她爸爸就是 也是等癌症之後 然後就一直為了錢這樣從 然後到最後就累到 然後我就擔心她也是有一天會責任 不想重演父親的悲劇 但是紅張又決定放下一切 從零開始 轉做餐飲業奮力一搏 要做就想做到最好 紅張又專程到屏東加東搶好貨 親自挑選有機沒放藥的小龍蝦 小龍蝦是品種 不是說它小孩對不對 不是 它的名稱就是 它的名稱 基本上它是叫澳蝦 對 還是在台灣有人說澳洲小龍蝦 不是澳洲小龍蝦 所以一朵也是小龍蝦 也是在這裡 帶回熊妻的食材 接著就是發揮創意的時刻 像她端出的小龍蝦蝦鍋粥 除了有兩隻大到碗 都塞不下的小龍蝦 還有馬來西亞名蝦 吃上一碗能嘗到滿滿的鮮美蝦膏 小龍蝦的蝦膏 口感上特別的濃郁鮮甜 沒有龍蝦那麼的海味 但卻有一種獨特的味道 客人吃得讚不絕口 但當初開店的前八個月 卻完全是另一幅光景 生意冷清 每個月虧損七八萬 讓洪章又感到前途茫茫的不安 我走投入了 那邊朋友都借不到錢了 而且明天要繳房租了 就繳不出來了 無奈的情形下 我跑去附近的媽祖廟拜拜 請媽祖幫我渡過難關 我沒想到我寶貝媽祖連續給我七個聖杯 他還給我滿大的謝謝 當時候馬賽又沒禮了 洪章又找到精神上的動力 努力推出各種大器好料 殺出一條深路 像是把紅蝦的蟹膏全部挖出 再跟雞蛋一起拌炒 組合這道雙尋爆蛋 既有蟹膏又有蛋香 濃郁不膩 格外順口 還有這半隻博士頓龍蝦 就這樣趴在砂鍋口上 手掌大的大熬 肉質鮮甜Q彈有勁 另一款人氣的鮮蝦砂鍋粥 更是有多達15隻大白蝦 還加入蛤蜊 魷魚 干貝的配料 光是用看的就讓人口水直流 很便宜 真的一碗就15隻蝦子 在外面就應該不只這個價錢了吧 豪賣吃進嘴裡 每一口都是最新鮮的海味 更綿密的養生粥完美融合 養生粥是用香味濃郁的南瓜 跟中藥及堅果一起打成南瓜醬 吃進嘴裡濃郁的南瓜香味 就在口中蔓延 很濃郁 但是它又不會壓過 海鮮的一個味道 所以很好吃 外面吃不到這種南瓜口味的粥 生病的時候也可以來吃 煮到就是你的米飯完全不用咬 就是入口即化 為了把米粒煮到綿密 紅樟柚就像搖槳一樣 在40多度的高溫下不斷攪拌 即使滿身都是汗水還是馬虎不得 要讓滋味更有層次 紅樟柚堅持不加味精 而是用新鮮的白甘蔗來提出自然鮮甜 這個都外面吃的白甘蔗汁 我小時候看媽媽都拿這個用來用滷肉 我就拿來試試看 白甘蔗試下去的話 那味道都跑出來就對了 熬湯頭的大骨要先敲碎 讓骨髓可以更快釋放 而且紅樟柚還不惜成本 加進牛蹄蟹一起熬煮高湯 沒有人神經病要像我這樣 用整隻螃蟹下去熬湯的 好像什麼我都用成本比較高 就不知道為什麼成本比較高的 東西釋出來就是比較好 蝦種本研究出的黃金比例 讓小店漸漸打出名號 生意穩定後 紅樟柚跟太太沒有忘記初心 反而因為過去辛苦的經歷 更決定要把愛心散播出去 這吃得很好 還是刷拌這邊嗎 帶著新鮮的粥到街上 分送給貧湖的街友 這幾乎成了紅樟柚每天的 利息工作 我去的時候 每天都看他 因為我的療餐很多 對啊 我裡面有蝦子 有蛤蟆 有牛皮 你想說怎麼會好 我要送這個來 如果等到冬天的時候 很冬天的時候 你就看到那下樓 你會自己覺得很開心 我就覺得我很有成就感 曾經面對人生一次又一次的打擊 紅樟柚卻始終沒有放棄 把自己一手爛牌的人生再度翻轉 現在不只有了穩定的生活 更多了心靈上的富裕 快一點 有什麼呀 別忘了 太誇張了 很美味 到處去 有眼神 我可以 泳